赌王何鸿燊一生传奇 四方家族之争更是风起云涌 赌王一生共拥有四位妻子 这四位妻子更是为何鸿燊 生下了十一个女儿和六个儿子 如今赌王的十一位千金 已经全部成年 但他们的现状却是天差地别 盘田赌王十一位千金 你觉得谁最漂亮 何鸿燊最大的女儿是 大房李婉华所生的何超英 在人丁兴旺的何氏家族中 何超英一生足以用悲惨来形容 自从赌王去世后 几方太太就开始了 明争暗抢的财产争夺 赌王一家的家庭关系 也由此被人们熟知 赌王的原配太太李婉华 当得上第一美人之称 她的女儿何超英 也完美继承了父母的良好基因 被公认为是赌王最漂亮的女儿 何超英作为何鸿燊的第一个孩子 曾经也深得父亲的喜爱 很早就远赴英国修读法律 从国外留学回来后 何超英就在家里的服装店 帮忙打理生意 因为身份尊贵 何超英经常被邀请参加欧洲的时装秀 由于在商业上的过人天赋 她还登上过全球50商界女强人榜 在何鸿燊的安排下 何超英22岁就嫁给了香港殡仪大王 肖明的儿子肖百强 这场出于利益的家族联姻 在六年之后就结束了 就在何超英离婚的这一年 与自己感情一向深厚的弟弟何犹光 与妻子发生车祸双双身亡 至亲的过世 让婚姻不幸的何超英更加悲愤 在这个节骨眼上 父亲又娶了二房太太 一连串的打击 让何超英对这个家族感到失望 自此开始性情大变 她的美貌迅速流逝 整个人骨瘦如柴 从前精致时尚的她抛弃了所有时装 身上永远是一套童装 兴趣爱好也变得越来越像小孩子 在母亲李婉华去世后 何超英也因为精神问题 不得不长期接受精神治疗 2014年 67岁的何超英走到了人生的终点 曾经光彩耀眼的赌王大女儿 葬礼却十分冷清 就连亲生父亲也不愿到现场送别 原本是一代家人 却毁在了豪门的明争暗斗当中 实在是让人唏嘘和遗憾 何超贤与何超雄 都是赌王与原配太太李婉华的女儿 只不过她们的年纪 比何超英与何游光要小许多 小时候在她们的家族 是没有什么存在感的 等到她们长大成人的时候 大房已经走向没落了 何超贤的颜值 虽然不及姐姐何超英 但也丝毫不差 由于宗爱雕塑艺术 何超贤身上有一股独特的气质 他曾经在美国生活了七年 期间一直以售卖自己的雕塑品为生 后来何超贤又涉猎美术 还曾举办过个人画展 在艺术事业上颇有造诣 打扮精致时尚的何超贤 绝对是一代名媛 何超贤此前一直醉心于艺术 似乎早已远离家族纷争 然而在赌王去世后 他却将其他二房告上了法庭 掀起了又一波遗产之争 但在这场家产争夺战中 何超贤却输得彻彻底底 何超雄在整个家族中 似乎是最置身世外的人 这也让他更显神秘 年轻时的何超雄十分美丽 留着一头利落的短发 在经商方面 何超雄继承了父亲何鸿燊的商业头脑 在投资界混得风生水起 从投资中获利不少 即便没有家族遗产 何超雄也能凭借自己的能力 过上更好的生活 随着年纪渐长 何超雄的风格越来越男性化 导致很多人第一眼看到他 还以为是一个男人 传奇商人何超雄 作为二房的长女 在庞大的赌王家族中 何超雄的人生 可以说是非常传奇 长得极为美丽 同时工作能力也非常强 是赌王最骄傲的女儿 正因如此 何超雄击败了其他众多兄弟姐妹 成为了家族的掌门人 但就是这样开挂一般的人生 却还有着诸多遗憾 年轻时的何超雄 在娱乐圈待过一段时间 因此和不少大咖关系都很好 和实力歌手陈百强更是暗生情愫 可惜何鸿燊看不上陈百强 两个人只能无奈分手 在赌王的安排下 何超雄嫁给了门当户队的许静亨 在婚礼现场 陈百强还以朋友的身份来送嫁 明明相爱的两个人 却因为家族关系不能相守 这或许是何超雄一生的遗憾 何超凤是赌王与二房太太 蓝琼英的二女儿 父亲去世后 她继任成为奥伯控股主席 兼执行董事 何超凤的容貌虽然比不上姐姐何超雄 但也是一位清秀佳人 何超凤与姐姐一样 在赌王去世后 便掌握着家族的重要产业 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赌王接班人 2020年 何超凤还位列福布斯 中国最杰出商界女性排行榜32位 可见其商业能力也是毫不逊色的 除了何超雄和何超凤 两个女强人之外 二房太太蓝琼英 还有何超侠与何超姨两个女儿 在四个姐妹中 何超侠是长得最一般的 身材也因为不控制有些发福 在众多兄弟姐妹中 何超侠是极为低调的 导致人们常常忘记她的存在 不过何超侠的能力也是十分出众的 再加上身处二房阵营 何超侠在遗产争夺中 也是妥妥的赢家 如今在家族产业中 担任着重要职位 与其他姐妹相比 何超姨就显得十分叛逆了 不过何超姨确实有叛逆的资本 由于性格与父亲很像 何超姨从小就深受何鸿燊的喜爱 何超姨对争夺家产没有什么兴趣 一头扎进了演艺事业 作为一名女演员 何超姨的美貌是不容置疑的 有家族的支撑 何超姨从未经历过娱乐圈的黑暗 活得十分潇洒自我 能够一直徜徉在自己热爱的领域 对何超贤来说就是最大的幸福 何超云是赌王与三房太太陈婉珍的长女 何超云的长相偏向于甜美系 眼睛又大又有神 一眼看去还以为是混血儿 作为三房长女 何超云本应备受瞩目 但她的出生却引发了外界的闲言碎语 因为她长得酷似女性励志 陈婉珍对自己的大女儿并不上心 起初人们只以为她是重男轻女 但随着何超云渐渐渐长大 酷似励志的五官让大家不禁怀疑 何超云并非三太太陈婉珍的孩子 而是励志所生寄养在她名下的 当初在舞会上 何鸿燊一眼看中了刚出道不久的励志 之后两人更是频繁出入各种宴会舞会 大有要将励志取进门的意思 但在二太与四太的联合打压下 这件事也只能不了了之 励志深受打击 离开了香港这个伤心地 但她离开没多久 三太陈婉珍就诞下了何超云 何超云的降生让外界议论纷纷 毕竟陈婉珍嫁给何鸿燊五年都没怀孕 励志前脚刚走 她后脚就生下了孩子 也难怪大家会怀疑何超英的身份 虽然励志当时就澄清过这是谣言 但是随着何超英日渐长大 五官也与励志越来越像 这个沉寂已久的绅士之谜再度被扯出来 虽然外界众说纷纭 但当事人却都对此事坚口不言 与母亲陈婉珍的态度截然不同 父亲何鸿燊十分宠爱何超云 甚至为了给她庆生 坚持从医院回家 在感情方面 何超云的经历也是十分丰富 和皮草大王之子王大叶 和TVB演员陈山聪都有谈过一段 在饱查爱情的辛酸之后 何超云受到了极大的创伤 不知何时才能走出阴霾 甜蜜可人何超莲 作为二房太太陈婉珍的女儿 她与弟弟何友启是龙凤胎 何超莲完全继承了父母的外貌特征 在赌王的十几个子女中 何超莲算是比较出名的 一方面是因其靓丽的外表 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她与多位男星的绯闻 何超莲和很多女孩一样也喜欢追星 由此认识了不少男明星 歌手吴鹤群就曾是何超莲的绯闻男友 尽管媒体多次拍到二人出游 甚至同住一家酒店 但何超莲对此却一概否认 不过自从何超莲宣布与豆霄相恋后 这些绯闻就通通不见了 据说当初两人是在一场宴会上相识的 还是豆霄主动去搭讪何超莲 何超莲起初因误会对豆霄印象并不好 但也正是因为这个误会 让两人开启了一段奇妙的缘分 如今的何超莲与男友豆霄恩爱非常 在公共场合和社交平台上 更是大大方方的秀恩爱 这样双向奔赴的爱情 让不少人都大呼羡慕 豆霄在娱乐圈中 是少有的颜值与演技并存的男演员 出道多年几乎零绯闻 在与何超莲相恋期间 也是一心一意十分专一 很显然他们的心中只有彼此 这或许就是爱情最美的样子 何超莲是四方太太梁安琪的长女 她还有一个妹妹何超新 何超莲的长相十分甜美 气质也尽显优雅 在母亲的帮助下 何超莲自己开了一家公司 不过何超莲最引人注目的 还是她的丈夫辛奇隆 辛奇隆的家境与何超莲天差地别 不过放在普通人当中 辛奇隆也算是优质青年了 她的父母都是公务员 辛奇隆也非常生气 从小学习成绩就特别优异 上的学校也是当地最好的 长大后更是被哈佛录取 是一个标准的超级学霸 虽然辛奇隆比何超莲小了八岁 但超出一般人的成熟稳重 赢得了何超莲的心 虽然这两个人看起来十分不登对 但他们之间的真情 却克服了一切阻碍 让他们成为了幸福的一家人 何超新是赌王年纪最小的女儿 从出生就及万千宠爱于一身 何超贤十分有才 不仅精通四国语言 还十分擅长跳舞 她的舞技在世界舞台上 都是小有名气的 如今二十岁出头的何超新 正是最青春靓丽的时候 她的美丽自不必多说 纵观赌王的十一位千金 每个人都有着完全不同的人生际遇 最终走上了不同的人生道路 那么在这十一位赌王千金中 你觉得谁是最美丽的呢